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印马湖船 贤号834 由于任务特殊 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半潜船也被称为半潜式母船 同样带有钳子 但它不能像潜艇一样完全潜入水中 只有中部甲板能够潜入水中 手部和尾部等部分依然外露在水面上 甲板上高大的柱子以及两端的水线标尺 都显示了它能下潜的深度 最大能到6米多 下潜后 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上 这艘看起来只有手部和尾部的船 更像是两艘独立的舰船 中间这块甲板足足有3000多平方米 是一个超大的海上移动基地 宽敞平坦 既能下潜又能上浮 具备这些特点的舰船有什么作用呢 关键词 转运投送 投送什么 如何投送 让我们跟随印马湖船一起感受 海上马车夫的转运训练 在这情况 潜伏处组 开始下潜进去场 是 开始下潜进去场 近期水分迹象 观测情况分析 符合潜伏处条件 明白 开始下潜 印马湖船开始下潜 甲板上海水不断地涌住 整个驻甲板距离海面的高度不到一米 甲板上的栏杆也已经放下来了 这是为了方便拖船能够移动到驻甲板上 根据天气预报 今天会在几小时候出现一个海况较好的气象窗 航行通告 航行通告 海军军舰正在进行军事作业 请南往船舶 航行经时保持五节以下航速 安全距离通过 半潜船开始逐渐下潜 中部甲板水深超过一米时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海上游泳池 然而随着下潜深度越来越深 操作风险也越来越大 因为在高海况条件下浪涌能量很强 半潜船不断受到海水的撞击 船体摆动幅度也会增加 在剧烈的涌浪面前 手部和甲板很容易出现倾斜 甚至折腰等情况 因此在船体注水过程中 船员们需要不断观察半潜船的姿态 并随时将其调整到最佳位置 确保半潜船平稳可靠 不发生轻浮 水柱上的池水深度到达了四米左右的位置 印马湖船已经接近下潜完毕 转运托船也已经接近就位 对于这种几百吨的小型舰船来说 印马湖船采用了一种 浮装浮泻的方式 这是因为托船本身具备浮力 浮在水面上通过托拽 能够移动到甲板上方 弹前船再上浮将托船拖出水面 这种方式能够节省人力 物力和时间 战士们要将托船转移到甲板上 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不仅要时刻观察 托船的相对位置和浮态 也要考虑看不见的船体重心 稳心 这需要战士们和印马湖船 一起协同操作 才能够达到人船合一 完美装载的结果 除了托船这类不具备远洋能力 又需要在远海作业的小型舰艇 一些超长超重但无法分割调运的超大型装备设备 也是半前船的转运对象 在这次转运训练中 印马湖船还将进行三艘带转载小艇的转运工作 海面上风高浪急 海况非常的差 这也给装载作业增加了难度 作业艇正用缆绳将带转载小艇固定到甲板上 看似空空荡荡的宽大甲板 其实处处都是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 三根高大的柱子不仅显示深度 也是定位柱 能用来参照位置 它还是带转载小艇上船后的支撑柱 如果说装载一艘小型拖船 对印马湖船来说是初级作业 那多艘舰艇的同时装载 则将难度直接提升到了高阶 这是因为小艇之间距离过近 很容易互相发生碰撞 同时它们三艘将会形成一个整体 摇摆时海水产生的作用力 也会影响半潜船 半潜船作为指挥船 需要时刻保持和各艇的沟通 这不仅考验了半潜船的指挥能力 对各艘小艇上的战士们的协同配合能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整个装载任务 其实少不了一位重要的幕后功臣 就是几个小时都飘在海上的作业小艇 待转载小艇就位后 在关闭洞里的情况下 唯一依靠的就是作业小艇 作业小艇机动灵活 不仅需要观察半潜船前后吃水 并协助带好首尾系篮 还要在装载过程中 顶推带转载小艇 协助其保持航向 并进行安全制动 浪高最大尺达2至3米 小顶摇摆达30度左右 将让阵雨时不时一个大浪盖过来 亭组人员全身湿透 鞋里都是海水 对亭组人员体力消耗很大 造成头晕呕吐的晕船现象 虽然气象恶劣 但是我们亭组人员同心协力 同舟共济 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完成每次任务 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 夜幕降临 印马湖船转移阵地 再次快速进入实战训练 这也是印马湖船入列以来 首次进行夜间装载 何前不训练 不能点放 不能点放 现在你看看还在主流摆的 加板山的涌浪 两旋来的叠加浪 可能会在你首部 双倍叠加 明白船长 明白船长 夜间作业的最大困难在于能见度低 难以观察小艇是否精准装载到位 这需要指挥小组和各站位人员进行协同配合 正线快点点车 车车的赶紧换过来 消息 小心 小心 上伏结束后 已至深夜 战士们还无法休息 他们马上开始了 固定转运舰船的工作 这必须在半潜船 再次航行前完成 以保证转运舰船 在航行时的稳定 此次训练 海区水温气象条件恶劣 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 我们首次完成了 夜间大风浪条件下 潜伏装载某型舰船 实现了海军半潜船 作业新突破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作战海域环境条件的 研究和探索 不断突破实战化训练的 限制条件 以提高自身能力 适应战场环境 数列以来 一马湖船始终把加快 战斗力生成 当作首要任务 自身更是精准投送 多元保障的战力支撑 从边探索边训练到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印马湖船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成为海军作战支援舰艇 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印马湖船这样的小众船之相似 还有一支海上一线作战支援力量 也显为人知 它犹如一座巨大的海上移动仓库 支撑着人民海军深蓝舰队 勇闯大洋 默默为舰艇编队提供全方位后勤保障 它就是被誉为深蓝被增弃的补给舰 在洛马湖舰的中部甲板上 高高处立的两座装置 就是干货和液货补给门架 它们从洛马湖舰的左右两边 也就是在横向上 为其他舰艇补充干液货 在补给舰上 舰艇使用的重油 柴油 汽油等不同油料 和舰载机使用的航空燃料 以及淡水等液体统称为液货 其他的补给弹药 备品备件 主副食品等物资就叫做干货 液货的补给门架两端 各有两个补给站 安装了补给探头 它的作用和我们的加油枪有些类似 但如果用它为一辆家用小轿车加油的话 不到一秒钟油箱就满了 干货补给门架上没有探头 但是有大滑锁 它和货框一起能够形成像缆车一样的系统 和被补给舰连接之后能够来回传送物资 每个补给站旁边还有操作控制站 进行指令接收和人工调控 那么洛马湖舰是如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进行补给的呢 准备为长白山舰进行航行横向补给 海上补给部署 长白山舰是一艘071型综合登陆舰 横向补给的正常补给距离是50米到60米 这非常考验两舰驾驶员们的驾驶技巧 以及气象水文观测员的协同作业能力 两艘舰船的战士们必须时刻关注距离 把握好距离才能够进行正确的补给 战士们已经做好了进行补给作业的准备 班长将使用气动抛头器向对面的长白山舰投掷线缆 这个也叫银缆 银缆的作用就是将承载所牵引到授捕舰上 明白 包吹一栏 包吹一栏 小卫子小卫 银缆可以抓住手 明白 建立跨托衡荡力 是 建立跨托衡荡力 放出家探头 是 放出家探头 两艘舰船已经凌空架起了桥梁 这跟承载所不仅要承担整个油管的重量 还需要承担探头和里面输送油料的重量 以及两舰和风浪在航行时产生的张力 由于对面长白山舰的干弦较高 与补给件补给门架之间的高低差较小 造成加油探头下滑速度慢 但是如果加快下滑速度 重达一百多千克的补给探头和输油管 顺着钢索俯冲而下 可能会对双方补给探头造成损坏 因此要利用加油探头的惯性和重力的双重作用 做到直接对接成功 难度不小 和战机空中加油一样 海上航行补给也堪称最具危险性的舰船训练科目之一 在海矿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战士们每一步操作都加大了难度 比如连接油管时 补给手需要目视操作 为了看清兽补探头 他们需要将身子向前一探再探 来研判观察对接的准确时机 有一次实施补给任务 海况非常差 海上暗流涌动 两艘舰艇本身要保持同向同速 非常困难 那天我观察了很久 一直犹豫要不要建议指挥员解除补给部署 后来两艘舰艇航向航速比对完毕 意味着两艘舰艇已经相对禁止 就算不用目视观测 受有口也一样对得准 我就果断操纵手柄 一次对接成功 身处关键岗位 补给操作员们的每一次精准操作 不仅关系到两件补给的成功与否 还影响着舰船的航行安全 作为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的综合补给舰 903型配备的补给接收装置 采用了国际标准 自动化程度高 操作简便 补给速度快 保障效率高 支撑战士们一击必胜 完成横向补给训练后 长白山舰将在舰尾接受纵向补给训练 航行纵向补给指的是 补给舰和接收舰编成纵对 在同向同速航行中实施补给 是最早应用的传统补给方法 主要用于液或补给 操作时 补给舰将输油软管直接放入海里 被补给舰先捞起带有浮标的银缆 从而接驳油管进行补给 但在高海况条件 油管在海水的冲击下 作用力非常大 稍有不慎 很容易撞到舰手 而且舰体越高 打捞作业的难度也越大 在整个补给作业过程当中 两件的距离保持在200米左右 如果距离太近 长白山舰会受到补给舰尾流的影响 但如果距离太远 油管会受到浪涌的颠簸 对补给作业造成影响 直到被补给舰上的舰员把油管抛入海中 两舰就完成了解脱 而补给舰上的舰员们将油管回收的同时 擦拭干净表面的海水 防止油管被腐蚀 整个纵向补给的补给作业就完成了 战场上海上补给是远洋航行和持续作战的重要保障 也是决定编队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远洋综合补给舰 左右两舰 横向 纵向 垂直等方向 四个干液或补给站 赋予了903型 两舰 三向 四站 同时补给的强大能力 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的快速更新换代 航速更快 补给效率更高的新一代综合补给舰 相继登台亮相 成为远洋舰艇编队中的深蓝倍增器 补给舰虽多 能被称为航母超级奶妈的 只有901型综合补给舰 它是为远洋舰艇编队量身打造的综合补给舰 补给能力更强 自主研制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901型大型综合补给舰 茶干湖舰 是伴随航母编队进行作战补给的 专用快速补给舰 可装载弹药 食品 以及多种油料数万吨 具备横向 纵向 垂直 并靠 以及夜间补给能力 能让一支航母编队续航力 提高近万海力 自己力大幅提升 可以说是我国多年补给舰研发 建造和使用的极大成者 服役仅四年多 茶湾湖界航契已遍布南海 横跨两阳三大洲 累积航程十七万余海里 先后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和远洋支援保障任务 可以说中国海军补给舰的油管 延伸到哪里 人民海军的胜利就能延续到哪里 本领超群却不路锋芒 从基础保障到实战化训练 更多新型辅助舰船相继入列 不仅为舰队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支撑 也将助力人民海军深蓝舰队走得更远更好 下雨了